女人和丈夫吵架后 吞服安眠药自杀 留下家里一个两岁半的女儿 不知情的女孩在地上摆弄着安眠药 开火烤饼 还把自己关进冰箱里 水池里的水已经溢到地上 不远处就是电源插头 她不知道妈妈已经死去 皮虎醒来 看见身边妈妈的背影 还以为这是无比寻常的一天 她揉了揉眼睛 还没有死亡概念的孩子 想把失去的妈妈咬醒 但这显然是无用之功 她只能自己先起床 来到客厅却看见一片狼藉 这是昨晚父母争吵后的结果 皮虎抱着玩具 一步步走下楼 来到门前 想伸手打开门 但这高度就算垫起脚尖也不够 想再次上楼的皮虎 看见没关的水龙头 她抓着自己的小凳子 想把水龙头关上 结果也够不着开关 她只能抓着报纸来到妈妈面前 想让她起床 也想和她一起去荡秋千 这次同样没成功 皮虎掰动妈妈的脚趾 已经带上哭腔 但妈妈依然没反应 此时妈妈的手松开 安眠药散落一地 皮虎问妈妈这是什么 她想把一粒粒药放回瓶子 万幸的是 她并没有下口 书桌上的手机响起 皮虎搬来小椅子 放在书桌下才勉强够着 一个不小心 手机摔倒在地下 电话对面的爸爸听到拴手机的声音 还以为妻子又闹脾气 皮虎只能伸出手 对着狭小的缝隙不断尝试 只是她还是太小了 电话最终被爸爸挂断 无聊的皮虎玩起化妆游戏 妈妈的脸上呈现家暴的痕迹 女孩想帮妈妈掩盖伤痕 来到梳妆台前 她没看见镜子上的血书 妈妈以为老公出轨闺蜜 而老公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还发誓除非妈妈死了 她才会回来 妈妈本想带着皮虎一起走 但还是没有这种勇气 决定一个人离开 天真的女孩拿到面霜 在妈妈脸上涂涂画画 帮她遮掩伤痕 却依然得不到回应 这是皮虎想让妈妈帮忙穿裤子 得不到反应的她 将裤子一丢 结果正好丢在电运斗上 仍在运作的电运斗上发出白烟 女孩起了好奇心 她伸出手 自赖一声 她被狠狠烫了一下 女孩冲向妈妈的尸体 想寻求安慰 妈妈还是毫无反应 女孩趴在上面睡着了 或许妈妈残余的体温依然在庇护她 原本温馨的小家 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 到处都危机四伏 没人照看的皮虎 能平安等到爸爸回家吗 女孩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 她以为妈妈只是睡着了 试图将她唤醒 哭着哭着 皮虎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 她被恶醒 于是去厨房翻出烤饼 学着大人的模样 放进微波炉 再一通乱摁 打开一看 饼已经烤焦了 皮虎又打开燃气灶 把饼丢了上去 烤饼被瞬间烧焦 她想不通 这和她平时吃的 怎么差别这么大 皮虎想用嘴吹灭火苗 但失败了 火还没关 冰箱又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对着冰箱疯狂摇晃 上面的瓶瓶罐罐 左摇右摆下 要是摔在女孩头上 后果不堪设想 幸好她顺利打开冰箱 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人旋起心来 女孩把冰箱里的东西 全都搬出来 一个人钻进冰箱 随后把冰箱门盖上 不出几秒 在里面受冻的女孩 疯狂摇晃着冰箱 想从里面脱身 皮虎和死亡擦肩而过 如果冰箱从正面倒下 她肯定得被关注冻死 垃圾也是到处都是 还好到了收垃圾的时间 物业敲门询问里面有没有人 皮虎刚走到门口 就只能看见物业离开的脚底 此时水已经溢出水槽 皮虎带着面包 来到妈妈面前 想让还在睡觉的妈妈尝尝美味 可这显然没有用 她只能一个人玩着气球 这气球一碰到熨斗就炸开 她想离开这危险的东西 玩具的线却缠住桌腿 一阵摇晃下 熨斗面板倒在桌子上 白烟瞬间冒起 整个屋子直接断电 皮虎走到电视机后面 看着地上错综复杂的线 她用手一一摸过插口 在暗向排插开关 万幸她安然无恙 修理员将电修好 房子里的灯再次闪烁 只是这对于小女孩来讲 是个坏消息 热水器轰然炸开 滚滚浓烟冒出 爆炸把女孩吓跑 她来到楼上 孩子们的欢笑声 吸引她来到阳台 娃娃却不小心掉在围栏外面 皮虎想用脚勾住娃娃 结果娃娃直接掉下楼 女孩选择爬上栏杆 她整个人都半靠在栏杆上 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幸好对面楼的阿姨看见女孩 急忙喊她离开阳台 好说歹说才把皮虎劝下去 女孩的玩具从阳台掉下 她爬上围栏 越爬越高 想要喊楼下的伙伴帮她捡玩具 瘦小的身子趴在围栏上 皮虎的每一次的动作 都在和死神打照念 可她的母亲早已服药自杀 电话响起 妈妈的闺蜜打电话过来 她马上就会来皮虎家 和妈妈解释清楚 其实她和爸爸根本没有关系 只是普通朋友 此时的电量已经没有多少 还是没人意识到 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危险 一条短信发来 闺蜜又有急事 决定不来 皮虎的希望再次消失 这时忙活一早上皮虎饿了 她抓起漂白剂 以为这是平常喝的奶粉 已经死去的妈妈并不能提醒她 漂白粉被灌入自来水 皮虎想把她倒进奶瓶里 幸好她还太小 抓不稳瓶子 水直接散了一地 也失去了想喝奶的心 她只能去厨房再次寻找食物 一楼的水已经溢满 而煤气灶还是没能关上 皮虎小心翼翼地前进 对于她来讲 脚下的玻璃碎片无异于雷曲 溢出的水终于引起物业的关注 邻居也过来咒骂 皮虎还在吃着圣餐 等她离开桌子 外面的救援者没收到回复 再次离开屋门 爸爸再次打开电话 皮虎非要她讲个故事 这时皮虎突然咳嗽两声 爸爸让妈妈给皮虎吃点药 皮虎却一直重复妈妈走了 她显然意识到什么 又再次改口妈妈一直在睡觉 还是喊不醒那种 电话对面的爸爸终于意识到危险 她让皮虎什么都不要躲 去找妈妈 她马上就赶回家 女孩回到房间 手机的电已经用光了 她现在只能等爸爸回家 皮虎走到床边 看见地下的安眠药 想起爸爸的嘱咐 咳嗽之后要吃药 没人告诉她这东西不能吃 皮虎抓住一粒 塞进口中 更没人告诉她能吃多少 女孩又往口中塞了一粒 紧接着又是下一粒 谁都不知道女孩到底吃了多少 药效发作 女孩昏倒在地下 桌子上还在冒出滚烫的白烟 楼下的厨房乱成一片 街坊邻居终于意识到一样 他们打不开门无计可施 爸爸终于赶回家 他闯进房间 只能看见白烟下 已经死去多时的妻子 他不停呼喊自己女儿的名字 女儿居然回应了 皮虎在床下安然无恙 还和自己玩起了过家家 电影的结局众说纷纭 楼下没关上的煤气灶 楼上一直散不去的浓烟 再加上皮虎吃下去的超量安眠药 都注定爸爸最后看见的肯定是幻想 只是我们每个观看电影的人 都希望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至少还有一线生机